我们的生命中有他们,安人,给你帮助,敌人,帮你清醒,用人,与你携手,亲人,按你左右,贵人,使你天赋,能人,治你毛病,小人,使你谨慎,爱人,给你力量,闲人,剪你迷津,众人,祝你成功。 所以,多看看平时无暇顾及的亲朋好友,善待身间每一个世人成熟的不是岁月,而是经历,植物的成熟,是状态的演变,人生的成熟,是意识的提升,岁月,变得了江山与容颜,却无法让人心自然的成长,人生的境界,只有在经历之后,领了多少,就有多少成长,敢于闯荡,敏于领悟, 少年也英雄,若须度光阴,心智不开,底成诗喊,人生熟透,心态淡然,别让生活的压力及格快乐,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,不管昨天的自己有多难堪,有多无奈,有多苦涩,都过去了,不会再来,也无法更改,就让昨天把所有的苦,所有的累,所有的痛人远地栽走吧,而今天,要收拾心情, 继续前行,将获得成为习惯,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喜怒爱乐,用心去感受生活,生活就会给你回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2. 顺畏合